老阿姨每天一打后大家出不动 问题 第一个做法说虎皮来按分盆以后叶子黄了 需要 别折腾它了 你跟我大舅舅一样 然后刚换了个对象你说哎呀 大舅舅面色有点黄 很正常 是吧 它不适应适应了就好了 你别别别折腾了别折腾了你养的很棒了 别折腾 明白了吗 很多的话有就是 就跟人啊 就是他可能考试考了85分有的考了90多分 有的考了99分 考了85分那个很乐呵 花养活了就行 你这个呢起码就是98分95分那个成绩 但是你总是纠结的3分5分不满分 别纠结了臭包已经养的很棒了 你可以问问评论区里面 明白了吗 有时候就是这种花有明明很会养花 被人家只只东到西的给弄了就 你一会就不会养了 下个周包南天竹夜间发黑了 这怎么办两天一泡水 水大 就是水大你看都发黑了发黄了就是水大 明白了吗 他没必要两天一泡水 你像现在我们 现在我们大棚里面 平均浇水的频率在一个月一到两次 因为现在温度低 他 通风慢 你要夏天的时候我们 几边的风扇一开通风口一开 可能就要一天浇一次或者两天浇一次 你不能按照夏天的那个规律来你夏天两天泡一水绝对没事 外边使劲晒太阳对吧 你现在天气凉 通风不好就 控制自己的浇水干了再浇不干不久 下个周包君子兰咋弄啊 你君子兰就这样慢慢长呗 什么怎么弄没法弄就只能看时间慢慢来慢慢养 没办法弄 明白了吗 正常的水肥给着正常养慢慢养 你这个要一样养起来起码在家里面两年的时间才能养出个样来 所以说跟华文说有时候你们养花尽量的买个成品就是这个事了 让我们大棚里面养君子兰要是成型也得一两年的时间 况且在你家里呢起码要两年 下个周包说刚收到怎么养 这是个桂花周包 如果是你是南方的花友我的建议是种地下 如果是 家里面比较冷 我看你边上那棚花也是 你普遍的存在一个水大敲光通风差的现象 明白了吗 我估计你这个也养不好 这话说你怎么那么打击我不是我打击你 是因为很多的花友爱浇水 而且光照又不怎么多 你光照很好很 哇塞夏季高温 浇了能干 两天浇一回 一天浇两回都行 你在屋里面 你浇上一次水甚至一个月都不干 有的花友还是一两天浇一次 他能不嘎吗 所以说肝丝循环就跟人练功跑步是一个道理 你跑步你跑一圈一圈的跑对吧 好家伙呢 你说你 天气比较凉快比较舒服的时候 你跑十圈八圈一天没事 我大舅子刚割了这个 微波手术 好家伙呢你让他跑 不跑得大出血吗 植物不一个道理吗 你得看情况来 这个可以换一个盆了你给他种上就行了 种上以后 干了再浇水不干不浇尽量给出光照 桂花是得洗羊的晒不死 明白了吗 一个月之后再说用肥的事 下个肉宝老花姨帮忙诊断一下 你这个长寿花 看样子是被红蜘蛛吸干净了 怎么办 我给出的建议是 你拿到洗手间之类的 使劲用水冲 别冲盆里边 冲叶子 上下给它洗干净 坚持洗上三四次 给它洗干净 它慢慢的也能长起来 到明年还春天或者你现在的给它剪剪头 还能再长 该给肥料给肥料 明白了吗 虽然是病 虽然是虫 这个没事 虫子的话你先冲洗 它也 红蜘蛛也能冲干净 明白了吗 就是要勤快 别的没什么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我是洛华一 养花去站一 白乐车伯 嗨 嘿嘿 嘿嘿